‬ 天堡 祥女ス 歡迎大家來到展望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Gen lazım大學物理系經紀學期 那也是這個加入科學廣場這個活動的這個計劃的主持人 那先代表中央大學 其實還有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在這邊 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還是照往例先為一講 就是各位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加入科學廣場活動的 麻煩隨便舉個手 大部分小朋友都可以 謝謝 那我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必須說是非常非常難得有打破好幾個紀錄 第一個大概花了最久的這個交通的時間才到達這邊的 袁克香劉老師目前是花蓮的東華大學的助校作家 所以他是從花蓮過來我們這邊的 對 袁克香劉老師從花蓮過來我們這邊 所以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邀到袁克香劉老師 就是把我跟袁克香劉老師提到我非常感動 那另外一個打破紀錄的是喔 假日科學廣場喔 從來沒有邀過某一種職業的人來當講者 你知道是什麼職業嗎 攝影師 對 劉老師他們覺得你是誰 好 原來我們有說作家 對 這是我們七寫 我們第一次邀請到作家來主講我們假日科學廣場 對你們說出非常難得 可是劉老師的專層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那我當然不能說我從小看劉老師的書長大 因為後來去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 原來我手上有的劉老師的書 還是少數中的少數 那劉老師的著作非常多喔 有四十幾本 那他也一直都在這個文化出版業這邊服務 那當然他對自然生態的這個關懷喔 各位待會在我們今天的整個活動裡頭 我應該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對於劉老師這個部分者介紹我就進行到這邊 那因為劉老師真的從很遠的地方來 所以我們要不要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 謝謝朱老師介紹 各位小朋友還有家庭大家好 我今天帶來這個題目 消失的台灣常見動物 大家會覺得奇怪 常見動物也會消失 為什麼要消失這個題目 是有原因的 我今天會帶來不多三個故事而已 只有三個故事喔 第一個故事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 你的國小課本 有沒有讀過一篇 漢林的課文裡面 叫做無邊的上部 有沒有小朋友讀過 兩個 三個 五年級的課本是不是 四年級的 五年級的 沒關心 如果讀過那篇的話 那今天你會更有感覺 記得這個名字喔 因為你的課本 康宣的 漢林的還有男一的都會讀到 所以記得名字要怎麼寫 不要寫錯 好 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故事 是跟漢林的那個客人 有一點點的關係 好 然後接下來還有兩個故事 這兩個故事呢 你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好 那到底什麼樣的熟悉呢 請看我一張一張 到底帶大家看 我先講第一個故事 我們在課文裡面有一個寫祠堂的故事 我現在講的就是這一座祠堂 那我現在放這張祠堂的畫面呢 你看一看 跟我們在桃園地方看到的祠堂 有沒有很接近 你看到這個祠堂 有沒有一點點像中央大學那種祠堂 如果不長水草的話 這樣的祠堂 有沒有看過 我們在桃園、新竹、苗栗 都很容易看到這樣的祠堂 在台北也有 那你知道嗎 我曾經我在課文裡面講到 我曾經 我的小孩子跟你一樣大的時候 我很無聊 我每天穿同樣的衣服 穿綠色的衣服 穿雨鞋 所有的穿綠色的衣服 我做什麼事情 每天到這樣的一個祠堂 坐在那裡 做自然觀察 你看就是這樣的一張畫面 我每天穿這樣的衣服 綠色的帽子 暗色的衣服 然後帶個包包 然後我手裡面拿個筆記本 每天在怎麼樣 在做紀錄 然後我都坐在哪裡 我有三年的時間 小朋友 你看你國小一年幾、二年幾、三年幾 三年時間都坐在哪裡 都坐在那一顆石頭 那木頭 可是我故意要讓你知道木頭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先坐到旁邊去 那是我坐著木頭 坐了三年 早上都坐三年 我在做什麼事情 後來呢 畫了一張漫畫 這張漫畫呢 告訴你 我坐在那個木頭上的時候 我周遭的無邊啊 到底有什麼東西 你看這第三張 我畫了用滑鼠隨便簡單畫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 我坐在哪裡啊 坐在木頭上對不對 那個池塘這麼大 也不太大 比中英大學那個還小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個池塘的旁邊呢 對面呢 有一棵什麼 大樹 一棵古樹 古樹上我畫了一隻什麼 鳥 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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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想 真的是像學人的一隻鳥 白色的 我在做什麼 我齁 我每天早上 大概七點多的時候呢 我都到這個木頭 這個地方上班 早上七點喔 我從森林裡面走出來 走出來這個木頭 就坐下來 就這樣蹲著 戴著綠色的帽子 穿綠色的衣服 拿筆記本 每天在那邊操東西 就在記錄這個 就是這個鳥 我當時這樣坐著 每天 我把我所認識的鳥 小狗 蛇 每一個都幫得怎麼樣 取一個名字 這一隻叫做 譬如說這隻小伯伴 這隻鳥 白色的鳥 我叫他叫阿鷹 阿鷹啦齁 有點像民進黨那個主題的小名一樣 我叫阿鷹 那有一隻青竹師呢 每天都停在那裡 蛇都 水巴都停在那裡休息 那隻青竹師 我就是要 叫做小企 我今天不是要講青竹師 我要講的是 我每天坐在那個木頭 坐在那裡 坐一個小時 坐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一早上七點坐在那裡 那一顆褲子呢 就永遠有那隻白色的阿鷹那隻小白鹿 站在那個地方 我每天這樣看 因為每一種鳥都叫他名字 看有時候看到後來打瞌睡醒來 他還站在那裡 那有時候呢 這隻小白鹿呢 就跳下來 沿著水邊 走大概半圈 這邊的半圈 那半圈是我的玩我 那另外一半是他的 為什麼 他走一走 小白鹿很厲害 他嘴巴看到東西 就吃了 他慢慢地用叫 慢慢走路 然後去撥水 讓那個蝌蚪 然後蚁咬跑步的時候快點去坐牢 我們兩個禁衛婚迷 什麼叫禁衛婚迷 就是祖兒漢奸 他是祖兒 是漢奸 可是有一天 我開始有一種想法 各位同學 小朋友 字很觀察 跟字科學一樣 你會有一種什麼 觀察的精神 看久了呢 有時候你沒有 再笨的小朋友 都會想到有事情 譬如我現在丟一個問題給各位 欸 你知道嗎 我這樣子看一般想到說 這一隻每天早上 停在那個樹枯之上的那隻鳥 我今天看到牠停在那裡 明天再來不停在那裡 可是請問 那一隻會是昨天那一隻嗎 不一定 不一定吧 這個很有意思喔 因為兩隻小白鹿 各位同學 麻雀兩隻站在那裡 你怎麼知道那一隻是林志玲 這一隻是蔡依林 你知道嗎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因為麻雀不可能一隻瘦瘦一高高 一隻瘦瘦小小條 對不對 一定長得很像 小白鹿也是這樣子 我就看到昆奧說 欸 我怎麼知道這一隻今天來的是蔡依林 明天來的是什麼 林志玲呢 那我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坐在那木頭上想 想想 一想了兩天以後 我想出答案 你知道我怎麼去做嗎 你整天抓到哪裡 整天抓到哪裡 我也被我們解決啊 有誰知道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忘了 你說 在那裡就能做雞哈 對啊 可是我能抓到牠嗎 到旁邊牠就飛走了啊 那我怎麼辦 要餵 要餵 餵牠 然後過來 然後他說謝謝我 然後再回去做 叫起來 好像 你說 看牠身上的條文 這也是辦法 可是問題是我怎麼看 就覺得 牠長相就跟另外一隻 就是 兩隻小白鹿站在那裡 看不出來 就是都一樣啊 你說 腳什麼 腳不見的 因為牠休息 小白鹿 等一下我問你 為什麼要擋腳助力 這是很有意思喔 為什麼擋腳 為什麼不兩隻腳跳 好 你說 為什麼 看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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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頭臺 等 governing攝影機紀錄 是不是 你看牠 但是那里面有限啊 我寫這個書說是十幾年前 那時候沒有錄影機 現在 有許那些科學家可以發明在那邊放 bird 偷回牠巾屍的每年24小時跟蹤牠 那就可以成功了 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 我連追蹤牠的都沒有 我想什麼辦法去看呢 怎麼知道那一次就是昨天那一隻呢 還有被小朋友跟你推打嗎 你說 剪掉 我就是抓不到它 會飛走 結果我想到一個方法 因為我每天 各位同小朋友 我在想看看囉 我每天來 我想到一個方法 有一天 我每天來都看到她 有媽媽很厲害 因為我每天穿綠色衣服 有一天我就很無聊 我就還是同樣的時間到了 我全身穿得像母鳳一樣 就走到那裡 像母鳳一樣 我走進去 那隻鳥看到我 馬上就飛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怕 奇怪 這個顏色怎麼不是他認識的顏色 馬上飛起來 飛飛飛 我看牠飛起來的時候 我就一樣走到那個木頭上 繼續坐下來 坐下來 那隻鳥看到我很緊張 然後又飛下來的時候 那就是我判斷牠的時候 怎麼判斷呢 那時候在想 牠停下來 如果是一隻 不是昨天那一隻鳥 牠怎麼會圍到原來的木頭上那隻 那個樹枝 那個端頭 因為有太多東西 牠可以停下來 結果我看到牠 飛飛停下來 果然沒有停在這個樹枝 可是又看 看一分鐘兩分鐘 牠看很安全的 又慢慢又回到樹枝的原來的位置 那表示什麼 這一隻 可能就是昨天那一隻鳥 但也只是說 可能喔 因為你有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食物啊 所以你只想說 可能這一隻就是昨天那一隻鳥 牠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結果 因為我想確定 這一隻就是昨天那一隻 隔著又過了兩天 我又想到一個方法 你們知道有什麼方法嗎 不知道 這個方法也很好 你說 人家穿紅色系的 穿紅色系 穿白色的 是 結果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穿紅色的 牠嚇到了 可是牠發現我坐在那裡 牠有安全感 牠慢慢地回到那褲子上 結果有一天 你知道我怎麼去怎麼辦嗎 有一天我在想 我找到了 好 沒關係 我比你更早起床 我就更早起床 坐在那裡 欸 我坐在那裡 褲子上 那隻鳥來了 我就很高興坐在那裡 為什麼 等那隻鳥來的時候 欸 牠停的時候 牠也不敢停 為什麼 牠奇怪 這對面不是那個人 從來沒有那個棗牌嗎 怎麼突然吹下那麼早 牠會害怕 所以牠會觀察一陣子 那觀察一陣子 牠不敢停下來 牠久了發現 欸 你就是那個 我常常看到那個人 但是慢慢地又怎麼樣 又回到了褲子 又站在原來那個店 又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證明怎麼樣 這一隻就是昨天那一隻 可是牠看到你的印象 對 就是對 我看久了 牠發現 所以我一定就是 一定坐在那裡 就是原來那個人 牠有安全感 牠有安全感的時候 到沒有褲子的時候 牠怎麼樣 你就注意 牠把一隻腳縮進來 鳥 有很多水鳥像路斯 為什麼把一隻腳縮進來 有誰知道原因 你說 這也是一種方法 這也是一種方法 酸 腳痠的換腳 不過我們人就不能這樣子 如果人這樣太好了 還有什麼原因 蛤 有利於逃跑 蛤 有利於逃跑 有利於逃跑 你還真厲害 有人這樣說 有這樣說法說 我單腳的時候 怎麼樣 要跑的時候 這隻腳在旁邊這樣 一蹬就可以跑走 這種說法 這還是奇麗的說法 新的鳥類專家認為是這樣子 可是最早的鳥類專家 我認為是這樣子 什麼原因 你說 因為兩隻腳會比較冷 你們這些小朋友怎麼那麼厲害 一隻腳一隻腳怎麼樣 保暖 三個小朋友講的都對 一個說逃跑 一個說休息 一個說保暖 奇怪 你們怎麼那麼厲害 你們是哪個學校的 我通常問小朋友很少說 三個就答對三個題目 把那個單腳 這樣站著 小白鹿 都講出來 好 這就是小白鹿 我注意到的一隻鳥站在那裡 那我想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個池塘 我跟它 都是那個池塘的主人 我有這種想法 我們都是這個主人 因為有一半 我畫一半 你這一半是你吃東西 可是這一半是我休息的地方 我走來 所以每次上路我都在那邊走一走 他也在那邊走一走 可是小朋友 你讀我的課文 你沒有注意到 我課文怎麼寫的 我寫有一個小朋友 在湖邊 跟他的爸爸 怎麼樣 在走路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我們在撿垃圾 我們在撿垃圾 我不敢到那邊撿垃圾 我在我這邊撿垃圾 我撿什麼垃圾你知道嗎 有很多釣垃圾 有很多釣垃圾 常常釣垃圾的時候 一釣垃圾 繩子丟過去 你有沒有釣過魚 魚丟過去 勾住了怎麼辦 就拉一折對不對 一折斷掉 斷掉了以後 你會不會去把那個繩子 再把它到水裡面去把它拆開來 帶回來 不會 你沒有穿前衣怎麼進去 不一定要 只要 比較淺就下去了 就把它拉起來 你會把魚勾撿回來嗎 會 你就算了隨便在那裡 或者把魚飼料怎麼樣 倒一倒就倒到那個地方 很多人就怎樣 污染的水池 所以釣魚不要把污染的飼料丟進去 你萬一勾住了 拉起來斷掉了 你要把那個什麼 魚神把它撞回來 因為如果留在那裡 萬一有一隻鳥也在湖邊上路 它走到水裡面 假如是這隻小白鹿 我就想說 萬一這隻小白鹿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像是勾住了 一飛起來勾住了 哇 就變成什麼 變成烤鴨 掉在那裡 那就死掉了 所以我非常擔心 所以我寫了一個課文之後 寫 有一個 爸爸帶著小朋友在那邊撿這些魚鉤 魚線 把它埋起來 帶回家 故事是這樣寫 那個故事就是我跟他的關係 可是講到這裡 有趣喔 這是 各位小朋友 這一隻小白鹿就是我畫的那隻阿鷹 加上 這是我畫的彩色的鳥 欸 各位小朋友 我跟你的老師 都不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很不喜歡畫畫 從小就不會畫畫 媽媽叫我畫畫 都要跳課 想辦法 可是我坐在那個池編的時候 實在太無聊了 拿個筆記本 每天在那邊打瞌睡 打瞌睡醒來 那隻鳥還在看我 我實在太無聊了 就開始畫畫 欸 沒想到我越畫 就越好就畫出這樣的東西來 各位小朋友 如果不喜歡畫畫 你唯一有一個方法怎麼樣 把自己灌在一個地方 鎖在那裡 每天坐在那裡 你就會變成畫家 這是一個方法 好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故事 跟這一隻叫做阿櫻小姐的 或是阿櫻先生 完全沒有關係 說完全沒有關係 也不是真的 有一點點的關係 那個關係是什麼 有一天 有一天 我還是在池塘邊散步 在那邊散步的時候 這個阿櫻小姐 看到我這邊散步 她想 那個已經 每天都在散步 沒有什麼也不理我 可是我在散步的時候 我走到一個地方 我抬頭一看 看到一個畫面 我嚇了一跳 因為那個畫面是這樣子 因為我也來不及 那時候沒有想到要拍照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也不會想到拍照 你會想到 嚇一跳說阿怎麼辦 所以那個畫面 後來我是用滑鼠 用一種很笨的方法 把它畫出來 我就看到池邊 一棵樹上 掉了一個東西 怎麼會掉了一個東西 老鼠嗎 是掉了一隻老鼠嗎 是掉了一隻什麼 他掉了一個 他掉了一個 不是阿姨 不是阿姨 灰色一隻鳥 很大很大 掉在那裡 掉在樹上 我看到 掉的是什麼 就是魚勾線 魚線把它鑽住 掉住 掉住的是什麼鳥呢 你會有時候很緊張 你怎麼知道 對對 好厲害 我看到那隻 是這樣的一隻鳥 它掉到島掛下 為什麼島掛在那裡 有沒有人知道原因說 為什麼島掛在那裡 誰可以判斷 你說 魚勾 對魚勾 那為什麼是什麼時候的情景 你的判斷會怎麼樣判斷 你說 是在吃魚的時候活動 什麼時候怎麼這樣的狀況 吃到魚的時候 他以為那是魚結果 把魚勾判 把它判斷成了魚結果 一吃點 整他的嘴巴被割住 好你們都講得懂 可是為什麼會掛在樹上 對 對 我沒有猜對 我大概可以判斷說 你們是昨天晚上 夜路都在晚上 你看他的眼睛紅紅的 他喜歡在晚上活動 他可能吃到東西 勾住的東西緊張 就飛 力氣很大 就飛到樹上 停下來的時候 可是 樹裡怎麼樣 又被魚勾線殘住 就是掛在那裡 一個早就掛那裡 掛在那裡 我看到的時候 非常緊張 很緊張的原因是 不曉得他掛多久 請問各位同學 如果你掛在一個地方 掛很久 倒著掛 你會不會腦重現 對 夜路會不會腦重現 對 會死掉 所以那時候很緊張 可是很緊張的時候 我還不敢過去 為什麼 為什麼 誰知道原因 比如說 因為他會著人 蛤 對會著人 那怎麼樣 他會掙扎 你說 對他會恰到 驚嚇會著人 好先放下來沒關係 大概就是這樣 會驚嚇會著人 還說你有什麼意見 你要問什麼東西 有沒有 你想講什麼 有沒有 你要回答 你要說 你說 他因為 你過去他會緊張 他的軟墊 不慘 對對 這小朋友 你好厲害 我什麼問題 你都查得出來 對他會緊張更慘 所以我在那邊 我不敢過去 可是我把我的背包 我這個背包打開來 裡面 都有一把瑞士刀 我有一把瑞士刀 然後呢 我馬上都戴手套 我為什麼戴手套 我就怕他住了 所以我戴手套 瑞士刀 我知道我要過去 可是我要過去 我要救這隻鳥 你要救人家 要救一隻鳥 要非常小心 要有一種準備說 我要去救他 可是你不能 剛剛小朋友都知道 你不能 很慌張的過去 或沒有技術的過去 他會緊張 他要著你 越殘越住 划你 害死他 所以要怎麼救呢 我再給你畫一張照片 你知道嗎 是 對不起 換錯了 不能直接拿刀子 那個 不能直接拿刀子 直接給他看 然後看到他們 更緊張 拿刀子 今天不知道的刀子 主要是怎樣 其實我沒有畫面 大概是這樣子 我看到那隻鳥 被纏住以後 不過以前在廣渡 看到那種水鳥被掛在網子上 結果呢 過去舊的時候 都拿剪刀跟瑞士刀 過去以後 還沒救鳥之前 我們都要先學習怎樣 你要救一隻鳥 掛在網子上 你要在一分鐘內 卡卡卡卡的就把它剪掉 剪掉是怎樣 讓那隻鳥很安全的被出來 因為牠羽毛很 殘到被 沒有放好的話 怎麼樣 牠被出去還是被不出去的 被痛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怎樣 你去救牠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戴手套 有沒有你覺得 為什麼 牠會捉我 可是 如果是一隻 像蛤雀 綠袖 你知道那種小鳥 你能戴手套去救牠嗎 不行 為什麼 太小隻了 太小了 你們都知道 太小了 所以怎麼樣 你只要手伸過去 跟牠說 放心 我要跟牠講話 你是舊鳥都這樣講話 好像醫生要把牙齒有沒有 都說 放心 這個很好 一下子 你不用哭 馬上就好 很舒服的 你要跟鳥這樣講 讓牠安心 可是安心牠還是會緊張 還是會著你 麻雀著你 一點點不痛 綠袖很尖尖的 有一點點痛癢癢的 可是如果被洪美伯老抓到的時候 怎麼樣 洪美伯老嘴巴是這樣子的 陰溝 濁 濁濁怎樣 你快樂我就不見了 牙齦把你把你拔掉了 看怎麼樣 很痛苦的 洪美伯老是在動 我還拔救我一隻貓頭鷹 看到牠 貓頭鷹就像迅猛王有沒有 那個爪 摳摳摳摳那個爪有沒有 彎彎的 看牠們就害怕 我連褲子帶毛 我帶皮的手套去 去救 摳摳一身 把皮都穿透過去 這是貓頭鷹 所以不要隨便救貓頭鷹 不然的話 你要紅 好 可是我救的是 葉露 葉露嘴巴這麼長 這麼長 又大 雖然 沒有像活美伯老這樣牽牽的 可是左領還是會痛啊 怎麼辦 戴手套 還是給牠咬 一邊救了牠會變牠咬 然後牠跟牠講說 你不用緊張 我只是要救你 可是救了 可是那個時候救了時候 救下來 我用那個堆勺 我快點把牠接下來 下來的時候 我把牠壓著 然後我就跟牠安慰 就像牠在安慰的時候 你放心 不會有事情 可是我講完以後 牠果然怎樣 沒有牠看起來很安心 然後我就把牠壓慢慢地剪開 剪開我就安心 突然沒有動 我就說 大概聽懂我的話 結果 我自以為是 就把它放開來 啪 牠就飛起來 可是飛起來說 我很痛 為什麼 很懊惱 因為牠的腳的線 還沒有正開 結果 你看這個葉露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牠那個腳是有三根爪子 有三根爪子在前面 結果牠三根爪子就擋著 擋在那裡 現在就這樣 飛起來 就這樣飛著 飛到對面去 飛到對面以後 我突然想說 我突然想一個問題 牠還站著 單腳站著 那隻 就這樣站著 蹭在那裡 然後我就在想一個問題 這隻鳥 就是我要在想一個問題 這隻鳥 我沒有見過 因為我只見過阿茵 所以這隻我沒有幫牠取名 為什麼沒有取名字 為什麼沒有取名字 因為我白天都在那邊 上班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這隻鳥 牠是上夜班 我是上早班 所以看不到牠 可是呢 很顯然這個上夜班的怎樣 牠也在這裡生存 住在這裡的陣子 我沒有看到牠 可是我覺得有一種情感 可是我看著牠 看著牠 突然啊 有一個想法 牠受傷了 那還會不會待在這裡呢 結果看不到兩三分鐘 這隻鳥 就飛起來了 你有看過夜路回家的時候那個姿勢 牠翅膀都拍得特別慢 晚上的時候啊 我就看牠白天的時候要飛起來 慢慢地飛到冷方 好像五萬 夜路通常在黃昏的時候呢 會比較怎麼樣 要去一個地方 可是白天比較少看到牠 我就看到這隻夜路慢慢地飛走 那種飛的感覺是因為牠 飛到很高的地方再飛走 我的感覺是 啊 這一隻夜路 要離開我這個家園 從此就不會回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子 結果看著牠走的時候 我覺得牠會覺得這是一個傷心的地方 非常傷心 所以牠怎麼樣 要離開這裡 就這樣飛走 我也忘記牠了 每天還是繼續回到那個池塘 坐在那個木頭上 繼續跟阿茵兩個孤單的對亂者 很無聊的日子 然後我看著阿茵 繼續縮著腳 有時候嘴巴伸出來抬高 啊 我就知道 你跟一隻小白鹿變成很好的朋友 好像一隻狗一樣 那嘴巴抬高 你知道 天公平地有一隻 鳥 你看喔 大罐就在那邊飛 你看到牠腳放下來 很緊張 周遭有東西 你看 果然有一個釣魚人出來 你看到牠 脖子伸出來很緊張 再往下看 你注意隨便 有一隻手在那邊有 變成怎麼樣 你觀察一個動物的時候 觀察很熟悉 但是動物跟你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有一天 有一天 我站到那裡 我又看到小白鹿停在那裡 那天是颱風 一顆薯頭掉下來 沒有 沒有那麼悲傷的故事 你讓牠們興趣吧 掉下來 我就在牠那個樹頭 一突然看到 那上面有一隻鳥 一隔夜 就那隻葉鹿一個月之後 那樹頭放了一隻鳥 牠的腳 就還是綁著一線 就是那隻葉鹿又回來了 我看到牠 你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美國的那個 童話故事叫做小鹿班筆 小鹿班筆就是送牠出去以後 才會回來看牠 有一隻葉鹿也會回來看我們 台灣也有這個故事 牠不是小鹿 可是牠叫葉鹿 牠會回來看我們 各位同學 這個故事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任何一個地方 就算在我們家旁邊的一個公園 中央大學一個祠堂 說不定都會有這樣的故事在發生 可是你有沒有去注意 你有沒有這樣的觀察 去注意到這種事情 你願意的話 怎麼樣 這個故事都可能隨時都會出現 這是今天第一個故事 一個像小鹿班的故事 可是牠在台灣 出現了一隻異鹿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接下來我要講第一個故事 水牛 小字的常見龍 這隻水牛 請問各位同學 水牛 這隻水牛 是功能還是乳 好 告訴我你怎麼判斷 你說 看底下那個我知道 下面那個我知道 可是 你敢走進去看嗎 你要叫牠抬起來給你看 把牠蹲下來看 萬一不能看的時候你怎麼看 你怎麼知道功能還是乳的 有沒有知道 然後你說 有小朋友的比較知道說 那個腳 有時候看那個腳 看得出來 腳比較粗壯的 就是功的 母的比較怎麼樣 會比較圓 比較尖細 可是這隻功能還是乳的 老實講 我們這樣看也不一定看得出來 因為太久沒有看水牛 忘記水牛長什麼樣子 所以很難 沒關係 等一下你就知道怎麼看 以後等一下會有圖片 但是 可以可以知道 為什麼 因為牠喜歡在爛泥巴裡面滾來滾去 欸 小朋友問到注意爛泥巴 表示什麼 你是自然觀察能力很好喔 你會注意到什麼 爛泥泥巴 為什麼會有一個爛泥巴 跟地質水牛在一起 等一下會有一個故事 跟這個有關係 你說 黃什麼 黃貝文子丁 那這樣每一個同學上課的時候 都會把塗著泥巴 要去散熱 這樣會最好 這樣就不會有隔熱 你說 那你也可以塗泥巴去散熱 那你也可以塗泥巴去散熱 都不用冷氣了 全台灣潔能減碳的 地球就不會有軟化問題了 別一個都塗泥巴去 這也不錯 這個可以建議給馬總統 寫信給他說 他說我們全部塗泥巴三個好不好 好 講到這裡 先給各位看 一個東西 我今天要讓你認識 什麼叫水牛 因為我已經忘記水牛會跟你 因為先不要說是鐵流在跟 沒有水牛在跟 好 這是水牛跟有關係的 請問各位同學 你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鐵這個右 左邊這個鐵 是什麼 蛤 有沒有人知道 你說 控制牛的方向 控制牛的方向 好 叫水牛不重要 你會知道 控制牛的方向就很大了 好 有人說是控制牛的方向 差不多啦 也不說方向啦 會讓它聽話的 所以套一個東西 所以你的鼻子 如果套一個這個東西的話 說不定大家會乖一點 學生 好來 蛤 對啊 那水牛會不會痛 會啊 所以 泡萊是有這個 用這個 牛鼻 這個叫牛鼻碗 好像這種東西 等一下看 對 放在鼻子 好 可是這個比較 有學問的喔 學問這是什麼 但我知道為什麼 它H1N1 亂咬的 亂咬的 亂咬什麼 亂咬的 龍作物 啊 亂咬龍作物 對不對 所以牛要怎樣 要一個牛的嘴巴 牛套環 叫什麼名字呢 像我們以前人是這樣叫他 牛鼻一環 跟牛嘴一環 一個是牽鼻子 讓他怎麼 我們牽著他走著 用鐵片 銅片 搞是銅片 然後用竹子編著 套他口罩怎麼樣 讓他像狗一樣 不要亂咬 狗會養人 不是啊 套著是怎樣 你要去亂吃東西 好 這是水牛的東西喔 可是給你看一個東西 比這個更早的東西 小朋友如果猜得到 那我就剩這書給你 我送一本書給你 送禮物給你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我這裡寫的植物叫做串鼻龍 對不對 叫串鼻龍 啊這個跟牛有什麼關係 你說 幾天牛吃個食物 不是 好 你說 有沒有人知道 你說 用椰子燒 用椰子燒怎麼樣 燒牛的鼻子 也不是 然後你說 也不是熏他的鼻子 你說 勾在他鼻子上 差一點點答對 我這小女生很厲害 為什麼叫串鼻龍 因為以前沒有童氣 所以以前都怎樣 把這種叫做台灣鄉下很多的這種植物 那種樹根把它捲一捲 變成怎樣 穿過他鼻子 拉他的 拉扭用的 所以叫做串鼻龍 這種植物是這樣叫起來 所以以前沒有童氣啊 以前怎麼樣 用這個樹枝把它串在鼻子 拉著他跑 好 小朋友我因為送你一本書 你到時候連地址給我 厲害耶 他會想到串鼻龍 因為他名字其實就告訴你這樣的故事 他會拉著你一隻 好 可是我今天講的牛 很多故事喔 這只是其中一個喔 現在我都不提 小朋友你要答不過 水牛是走路大便還是站著大便 請問一下黃牛是怎麼大便 水牛是怎麼大便 誰知道 你說 黃牛是站著大便 水牛是走路大便 好 還有沒有其他 你說啦 你認為呢 我問一下 調查 你說 兩個都是邊走 好 認為說水牛是走路大便 黃牛是站著大便的請舉手 只有你喔 認為兩個都是邊走邊大便的請舉手 好 請問一下 應該是 邊走 兩種牛都是邊走邊大便 可是呢 我認識一個作家 很好玩 是一個農村作家 以後另外讀到文章 叫做 胡承 胡聖 我在國中客人有 因為他家是挑 牛混的 牛大便的 他就講說 水牛 大便是走路的 黃牛是站著的 後來吵了半死 後來我們就去查證 就發現 原來兩種牛都怎樣 都是一邊走一邊大便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 好 但是第二個問題 很有意思的喔 水牛 我們看到的水牛 是公的 是母的其實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都割了那個 LP 你知道LP嗎 那我問各位 我們耕田的時候 如果是公牛 都要割掉那個LP 為什麼要割掉 為什麼 你說 因為他會說 到處亂尿 我是到處亂尿 母的也會尿尿 你說 因為他發情就會逃得重 小朋友知道 說如果要彈天奈 那種管 跟田的 就要到處亂撞 好 可是我現在又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怎麼樣 如果一隻牛要去割LP 要把他關到醫院裡面割嗎 還是怎麼割 有沒有人知道怎麼割 這個要想像的 這個大家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好你說 趁他在睡覺的時候 趁睡覺的時候割 你還要去打一張聲 你說 你還要說他躺著還有華人 啊 有 有 有變劇這一個 變劇一割 喔 還在很夠便 你說 手想要幫起來 有人知道了 有兩種 有兩種割 台灣有兩種割LP的辦法 所以就要割LP 不要亂講 第一種是 西部人把他綁起來 綁起來不會動的時候去割掉他 可是宜蘭裡面最厲害 宜蘭冷喔 如果這裡有宜蘭冷 你回去可以講這個故事 他會找我們兩棵樹 兩棵樹 然後把油 把它吊起來 把它穿過去 穿到一半的時候 穿不過去的 卡在那裡 然後卡在那裡 就把它割掉那個地方 把那個東西割下來 割掉就把它拉出來 就是找了兩棵樹把它卡在那裡 然後去把它割下來 然後不是割下來以後呢 宜蘭冷很聰明 因為他覺得割下來的東西 很營養 孩子要吃布 可是吃的人 不一定喔 女孩子不能吃 小孩子要男生可以吃 吃的會變大人 知道意思嗎 男生會吃那個會變大男生 小男生變大男生 為什麼 因為他吃的是公的嘛 不是吃母的 L.P. 這是以前的 以前是這樣子 以前很窮 沒有東西吃啊 也不能吃水牛 因為水牛是什麼 跟我一起長大的 一起耕甜的 你不能吃水牛 可是可以吃水牛的L.P. 你真的知道 小朋友要注意喔 很好很好 既然可以吃L.P. 不能吃水牛肉 現在不是美國牛肉的那個年代喔 水牛肉是不能吃的 為什麼 你煎著水牛 你要去賣的時候 水牛都會掉眼淚 會掉眼淚 會掉眼淚 農 所以水牛會掉眼淚啊 阿公怎麼樣 都捨不得 所以很多阿公阿嬤都怎麼樣 不吃水牛肉的 可是你說 阿公你真的不吃水牛肉 你有沒有吃過L.P. 他說我會有 為什麼 因為他長大 以前我這樣子說 好 水牛跟人有這樣的感情 怎麼哥我剛剛講過 還有是 水牛怎麼判斷年齡 有沒有知道 你說 對 可是看腳 聽說母牛 母牛跟小牛可以看著腳 因為母牛每次生氣是 我們說長大 他腳會換一下 可是公牛就比較困難 不曉得為什麼原因 這個 也許回去去做研究 看能不能做一個研究出來 我聽說是這樣子 好 現在過來 水牛 最後一個問題 水牛的耕作時間 和一年的工作時數 你知道嗎 他做了多久的時間 有沒有像勞工一樣辛苦 你說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跟以前小學的時候 要看那個 看季節跟 每年有幾次的會收 然後就要趁那個 趁那個說實的時候 這個再擦 然後一年 這個小朋友太厲害了 他居然知道 我們都一直以為 水牛是很認真工作的 水牛 是很認真工作 其實不是 他養最主優 過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 這小朋友講過了 我們一年只有耕作兩期的稻子 你看看中央大學 等一下出去看看 現在是不是都插羊苗 插羊苗的時候水牛在哪裡 就好像你在那一當老 他說泡在水塘裡面在休息啊 他沒有吃作了 他什麼時候才有吃作 等他到時長出來要什麼樣 7月以後再繼續跟 所以一天平均起來 他一年工作不到100多天 才會 365天他100多天 我們讀書圖得多辛苦啊 寒假暑假加起來 也不過兩個月 對不對 三個月好了 他只要工作100多天了 多好 當水牛其實是很快樂 可是我們的水牛都心動 水牛很認真 認真的工作 其實也沒有這樣子 他還是休息的時數比我們多啦 好 大概就知道 可是他真的很認真 為什麼 你叫他做什麼事 他就慢慢的拉慢慢的拉 就是說 他很認真的動作 可是他工作時間其實不長 這是 我給大家知道的 好 講到這裡 我再給各位考一個 對不起 放錯了 再給考一個東西 哇這個就是跟 因為水牛跟我們人關係很密切 於是就有很多話題 小朋友你來猜看看這些話代表什麼意思 另一句話 你猜看看囉 烏秋騎水牛 這是一句叫什麼 叫什麼 烏秋騎水谷 誰知道是什麼意思 烏秋騎在水牛 是我們在台灣的水牛 在市場玩具常看到的 是什麼意思 互相幫忙 不是 你說有沒有知道 烏秋騎水牛 表示什麼 表示什麼 小丈夫大太太 就是瘦瘦的先生 娶了一個大太太 叫做烏秋騎水牛 知道那個意思嗎 好 第二句話 用台語講 五條來抬木 什麼意思 一隻公牛在他的房子裡面去騎舞牛 為什麼 是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大七小 不是 再猜猜看 你說 霸戰 霸戰 也不是 也不是 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媽媽也可以猜喔 五條來抬木 不是 他在外面不得已 找不到東西 失業了沒事 發脾氣發在你媽媽的身上 這五條來抬木 十七八 十七八 也有一種 還有一種 最喜歡騎舞的 民進黨最喜歡騎舞的 都不敢去騎舞 共產黨專門來騎舞 民進黨 就是牛刀 牛條來抬木 就是吃國民黨騎舞 民進黨 這樣的騎舞 牛條來抬木 給大家參考 好 第三句話 很好玩喔 牛 牛 如果沒有牽過 牛沒有牽過 死廟 你不願意放下 死廟是什麼 就是 尿尿跟大便 不願意下來 為什麼牛沒有牽過 其他不願意把尿尿跟大便 都不願出來呢 好 好 台灣話就是說 如果沒有牽過 塞油五條 為什麼 你猜看看 因為那邊是鋼鐵的地方 如果他在那邊這樣打 或者是 或者是尿尿的話 他會不會打 不是 你跟柴人說 他被什麼猜 你知道嗎 還有人知道 到外面猜看看 有啦 沒過客 塞油漫漫 我們跟牛的成語 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不得了 至少有200句話 你說看看 也不是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這個人 這個小學生 這個學生 不認真 很脾氣 要叫做什麼課 開始讀書了 不行 我頭痛 我要去睡覺 我牙齒痛 快點來讀書 剩下一個小時 我等一下 我要去大便一下 我要去尿尿 這個就是個意思 你知道意思嗎 鼓腦 大概可以塞油漫漫 就是這個人 怎麼樣 不想讀書 就找藉口 一下跟尿尿要大便 就說 就有脾氣感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懶人多死尿 懶人多死尿 大概是這樣子 好聰明 好 第四句話 事情多過牛腦 這什麼意思 這句話比較容易講 就是我的事情 比牛的身上的腦還多 事情 起頭 比較過牛 這第五句話 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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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意思 這句話是成語 一句成語 你應該猜得出來 為什麼牽牛皮 要去牽牛尾 是什麼意思 蛤 它是一句成語 中 國語的成語 哈 你說看看是什麼 自找死路 蛤 自找死路 你有點接近啊 你又遷到北京 蛤 你又遷到北京 你又遷到北京 還是牛 不是牛 不是 它是這個事情 這個意思叫做 本末倒置 你應該是遷牛皮 你為什麼牽到牛尾 做事情本末倒置 就知道 這是以前罵人家 牛皮 不甘 去扛牛尾 就是人家罵人家 牛可以拿來罵人家的 跟新皇家 還有這句話 斑牛 狗塞牛 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講S 這個講過 好 不甘 不甘 牛 為什麼不戴那個牛嘴巴 為什麼戴 有沒有人知道你 不甘 不甘 為什麼不戴那個東西 也是一句成語 好厲害 誰講的 好厲害 口無遮感的意思 好 還有一句 不甘 眼看不了牛皮 牛尾巴 眼不了牛屁股 大概那個意思 為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小朋友知道嗎 小牛尾巴 這個意思告訴你說 你做了壞事情 遮也不了 所以牛尾巴 不會 還有一個 這一句就更有意思 牛尾巴 牛尾巴 牛的LP 牛的LP 為什麼去 去 弄那個土 他這裡有講句話 就是說 不是角色 就是不是成角色的 才會這樣子 所以有這樣的聲音 好接下來這兩句話 小朋友再猜猜看 最後兩句 一隻 差不多就是跳槽 一隻跳槽 碰紅碰到他嘴嘴鼓大 這什麼意思 吹 吹 你知道了 先被叫一句話 跟妳就有關係了 意思 拿過牛尾巴 說是牛尾巴 牛尾巴 牛尾巴是什麼東西 有時 要你 要你 要你作話的時候 你 你講少話 然後叫你要作話的時候 然後叫你要講少話的時候 然後你就講 不是 不是這樣子 牛尾巴是猛心規 你撿不到牛尾巴 你撿不到牛尾巴 去把 糞心規把它打死掉 為什麼 沒有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你撿不到東西 牽入到糞心規 就把糞心規打死 你撿不到牛尾巴 撿牛尾巴做什麼 小朋友知道 撿牛尾巴做什麼 撿牛尾巴做什麼 撿牛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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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 只能找不到 撿不到錢 怎麼樣 很生氣就把糞心規打死 因為糞心規把牛尾巴拿去做了他的家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他有生態意義 好 我把牛尾巴 現在過來了 回過頭 這還是水牛 這是晴天堂的水牛 接下來我要進入這裡 這是一隻母牛 注意他的牛角 帶著一隻小牛 他比較尖對不對 我呢比較尖 然後我再給你開張 這是我一次在山路上爬 走到一個路 不是有把一個紅袋子嗎 那是一條路 我要過去呢 這兩隻牛剛好出現 不讓我過去 於是我就拿出棍子來 去威嚇他 覺得這兩隻牛生氣 請問哪隻是公的還是母的 蛤 蛤 啊 你都知道 這隻公的那個 腳也看著差很多對不對 你們的就這樣子 哇兩隻就衝過來 哇 好快點跑 被他追啊 牛很厲害很兇 他不管上肌肉就衝過來 就... 一直在追我 正在追我狀況 你可以看到公的骨的蠟 一下就差別很多 我們都比較兇 這是他繼續遠的地方 這是一個梯田 那我為什麼放這個牛 給大家看 主要是接下來的故事 这个故事今天我要讲 这是一个故事 请爱慕我 谢谢 这个画面是一个沼泽 这里写一个 我只有十五天的生命 请爱慕我 请问这是什么草 你问我什么 好 那有一天呢 这里呢 夏天的时候 这是在埠里 有一个地方叫桃敏 桃敏村 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站在那里晚上暗温的时候 暗的时候 会有几千只 甚至听说快要一万只 的荧物在那里 弄成一个荧光 像荧物王哥那样荧光在那里 很漂亮 然后 我有一天 我在那里下雨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解说员 桃敏村解说员 带着一群游客 像这样就走过来 然后因为下雨 躲在那个桌 马屋里面跟着 各位 就各位朋友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沼泽 我们把它治理得很好 现在每天到夏天 都有一万只萤火虫 你知道为什么一万只萤火虫吗 它本来只大概一千只啦 后来我们想到一看 因为这个沼泽里面啊 有一只水牛 每天走来走去的 水牛走来走去的 踩着去 踩死了很多什么 萤火虫吃什么 萤火虫吃修营 萤火虫吃修营的话 我就 我就吃快木了 萤火虫吃什么 有人知道吗 萤火虫吃水智 然后我做什么 我都被所有日子吃 萤火虫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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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吃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 接近啦 接近啦 如果萤火虫吃无臭毒的话 那台湾就有救了 就没有坏那种了 什么 牛份 不是 萤火虫那是混金为的工作 萤火虫做什么 萤火虫的工作是吃瓜里 大大小小的瓜里 萤火虫右手有没有见过 有 有吗 长得像什么 有没有见过NMLD的站景 人的战警裡面那個什麼战警 戴墨鏡那個战警有沒有 隊伍一隻蟑螂 那隻蟑螂長得很噁心對不對 你想想看 野火蟲的右蟲就長這樣子 野火蟲成蟲不是花瓜嗎 可是他右蟲長得就像那個战警那隻 那隻看起來很噁心像蟑螂那隻 牠怎麼樣 牠在吃蝸牛的方法就像異形 有沒有看過異形 異形都吐那種唾液對不對 牠都拿蝸牛來 先吐個唾液下去 讓牠融化了 然後再用什麼 吸 進去然後把它吸著一蓋到進去 好像吸那個蜘蛛男材 讓牠吸著一蓋到進去 然後就桶下來 這就是螢火蟲 漂亮的螢火蟲那邊一閃一閃的螢火蟲 牠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沼澤裡面有一大堆的什麼 蝸牛在那裡吸一吸 可是水牛在那邊走 一走就踩下去 一次就踩下去就死掉十隻 再踩下去就死隻 哇 牠們受不了 就把水牛撤走 好 水牛是一回事 我們先講一下 請問各位同學 螢火蟲在那邊一閃一閃 請問 這些一閃一閃的都是公的還是母的 公的 那母的在哪裡 母的在下面休息 母的在螢火蟲 你們還知道 可是你怎麼會不知道幼蟲是做什麼的呢 大家都還不知道 不錯喔 都知道螢火蟲呢 就是 幼蟲是專門說食物 好的 好 母蟲都怎麼樣 食的都在下面散光 我愛你 牠也說我愛你 就這樣子 牠是不能飛上去 母蟲是一直停在那裡 牠一輩子就活在那個地方 好 這是螢火蟲的世界 可是呢 因為在下面的都會被踩死 所以那個 這個地方沒有覺得說 為了讓螢火蟲多 牠就把水牛牽走 跟地主商人把水牛牽走 牽走以後 這個地方就有幾萬隻了 本來只有1000隻 像一萬隻了 請問各位同學 你們覺得 螢火蟲這麼多好不好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生存都被吃掉 我都沒有想到這個 這就是結尾子 帶來 因為我見了同學 我這想法還不錯 那你說 今天是走蝸牛都被吃光 蝸牛怎樣 都被吃光 可是蝸牛吃光 然後都是螢火蟲 你只是怕蝸牛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說 為什麼水牛牽走不好 你們想到的是什麼理由 好 你說 因為蝸牛太多 蛤 因為我從吃完蝸牛就想去吃別的東西 吃別的東西 也是這個原因 好 你說 這個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去跟吳院長講 怎麼樣節能簡單 用螢火蟲來救台灣 叫台電不用滑光 拿到螢火蟲 這個太厲害了 不太辛苦 為什麼不要把水牛牽走 跟螢火蟲 跟螢火蟲再來玩 有一個生物鏈 對 知道說有一個生物鏈 如果把水牛牽走了 螢火蟲多了 可是有一些東西會少掉 花蟲 花蟲會少掉 除了這樣 還有什麼樣 還有水牛牽走 跟鮮變裡面的生物嗎 對 水牛在那裡有一種劑 叫做骨骰雞 你們的小時候聽過 在水牛的沼澤裡面 這種特別多 水牛在那邊走 它會帶來另外的生物 另外的生物 不要讓全部都是螢火蟲 所以那個陶米生態村 那邊的人說 要螢火蟲一萬隻 其實不是好事情 全台灣很多地方都說 我們這裡螢火蟲一萬多隻 我們都保護得到 這個螢火蟲一萬多隻 這是什麼 這是錯誤的觀念 老實說我們這類螢火蟲 還好就只有幾百隻 或是說這個螢火蟲很多 可是沒有多到怎麼樣 多到這裡就是發光發電 不用日光燈 這是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 當螢火蟲一大堆的時候 代表是怎麼樣 對不對 什麼都沒有 所以螢火蟲不能太多 適當就好 可是很多地方都跟我講 你們來這裡看螢火蟲 夏天的時候 有螢火蟲很多 因為我們沒有噴農藥 沒有什麼 可是我們想的不是 我們一個螢火蟲少一點 可是有金龜 有奮金龜 有其他的蟲子 有蟲子 有蜻蜓 有各種各種各種東西 這是一個好的 所以水牛怎樣 水牛辦理的是這種角色 一隻水牛 走在那裡 你在水牛旁邊有什麼 小排路 小排路 牛排 有烏丘 剛剛沒有烏丘 騎水牛 有八哥 有很多動物都喜歡跟牠在一起 為什麼要跟水牛在一起 這是個老問題 誰知道 你說 那牛為什麼要跟牠在一起 你說 有蟲子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更多原因 還有很多 你說 寄生蟲 可是大部分的牛背後不會 有一些小鳥會 八哥而已 可是還有其他原因 這要公司 還有沒有 你說 你看看 除了寄生蟲以外 還有其他原因 你說 牠的腳可以保 牠的腳可以保哪 誰的腳 牛的腳可以保哪 牠的腳可以保哪 那一位牛的身上的毛 那這隻水球要長很多毛囉 好 你說嗎 大便多 大便多 大便車 走到牛的往外 你又當便車嗎 還有一個原因 應該還有其他原因 為什麼這些鳥都要跟著牛跑 好 你說 因為牛太髒 蛤 牛太髒了 這不是牛 可能早期那些鳥對牛可能有點緊緻的作用 因為如果有一些比較危險性的出現的話 也會有一些比較緊緻 OK 這爸爸有提到就是共生 這個叫共生 牛跟著這些小牛背路 這些鳥跟著牛走的時候 你看那個牛在跟舔牛 跟舔的時候 我再講一個故事 這樣你就知道一直了 我也知道宜蘭 有一個跟一個記者走到那裡 然後那個開車的這個農屋 開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記者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拍 他有照片 他就拍 拍一個耕音機跑 然後旁邊有兩隻 好像屍體是那個牛背路 白魯士跟在房間 他拍這個畫面 那個幾隻農屋就說 你拍這個幹嘛 這個畫面很漂亮 黃蚊的時候 耕音在跟 然後好幾隻小牛背路絲跟在旁邊 他說這個畫面 你要拍這個畫面 明天早上 給你看到更多的路絲來 我跟他們都是好朋友 我叫他們來他們就來了 那個記者說真的嗎 好 那我就住在這裡 我們兩個住在那裡 結果那個農屋回去以後 早上我們一早醒來就跑去找他 他在看報紙 他就說 你不是說要帶我們去拍那個耕耘機 在耕耘的時候有很多鳥嗎 那鳥在哪裡 他又抬頭問我們說 你真的要去看鳥嗎 看他們路絲嗎 對啊 好 你等一下 我去跟他們 我去叫他們一下 就打一個手機 就說 那個要去 拜託你把那個牛車曬出來 給一點 然後就放著他說 好了 我已經跟他們講好了 等一下你去他們都會排好隊在那等你 好 我就說 路絲都會排好隊等我們 怎麼會事情 結果 我那邊等 果然沒多久就聽到咕咕咕的聲音 耕耘機的聲音 啵啵啵的聲音 結果那聲音啵啵啵的聲音 結果那聲音啵啵啵的聲音的時候怎麼樣 果然 路絲都聽到那聲音就飛到那裡來了 然後 奇蹟在這裡 有趣在這裡 然後那個農人就問農人說 好 耕耘機來了 鳥都來了 請問你要排中隊 還是要集合成立一個團隊 好 排中隊 團隊 什麼意思 他說 你要排一整排的呢 還是要排那種 全部集合在一起的一個班級呢 他就說 根本先一個班級 然後再排成中隊 好 他這樣講 沒問題 他說 好 他就再打手機 去給那個耕耘機上面 你先 就是說 你先挖一個洞 放個小時以後 你再走 走一條單獨路 然後講一個路線 於是那個耕耘機 先排一個班級 怎麼樣 就挖土 一直挖一直挖 那些鳥 看到牠一直在挖土 好高興 為什麼 牠們從來沒有吃過那個土 裡面下面那麼多 那麼多蟲子了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於是你就看到所有的 小白鹿集中在坑裡面 全部集中來 白白的一團 對啊 會挖啊 耕耘機幫牠挖 就好高興 好 挖完了 過了百個小時以後 這次耕耘機就 往北方 走一公里 就一直開 一直開 他挖出來 就一條路 一條溝啊 每一隻牛胚肉停下來 就排成一隊 就排成一排 你看 又集牛 又排成一隊 就是他們的演員 那時候聽完說 原來 牛 牛背路跟鐵牛是這樣的關係 水牛難怪會被淘汰太大 水牛做不了這種事 水牛不會挖 也不會拉那麼長 但是水牛不是這樣淘汰 水牛是因為什麼 我們要插秧苗做什麼事情 水牛都已經來不及了 太慢了 好 可是講到這裡 這個共生翻譯 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牛 牛背路喜歡跟他在一起 因為如果走在草原裡面 因為根據走不到草原 進去裡面就走不動了 可是牛背路 水牛可以 水牛這樣慢慢走 晃啊 他會撞到什麼 他會撞到草 他會炒到時候 炸門就跳起來 因為他太龐大了 你想想各位同學 如果你旁邊有一個一台八十公斤的人 他一定撞到很多人 你在後面怎麼樣 你走路都不會撞 他已經把旁邊的人撞開了 跟牛肉一直這樣 他撞的時候怎麼樣 他撞的時候草裡面動不出來 跳掃出來 後來你又看到好高興 就摳不吃 他飛出來就摳不吃 他站在那裡 他可以吃得很快樂 像烏丘 他飛出來就回去 咬一下就回到來停下 回去又咬一下就停下 有一隻牛幫他開路 幫他去叫醒所有的東西 他和樂而不如 所以牛跟烏丘的關係是這樣 可是我如果在社群裡面要找一隻牛 草人要找一隻水牛 你不曉得在哪裡 可是我也知道怎麼找 為什麼 我只要看到有一隻牛 會在那裡 有一隻烏丘會在那裡 我就知道 那邊有牛 去找到那邊找 你說台北青年剛要找牛 怎麼找 就是看兩個地方有牛廢起來 白色牛廢起來 那邊就有牛 他們之間有一個互生的關係 這個是我講給各位聽 可是我講到這裡 水牛一個沼澤 所以台北市動物園 各位同學 台北市動物園現在會養一隻牛 養一隻牛在那裡做什麼 他的工作是怎麼樣 那隻牛做什麼 做濕地 弄沼澤區給其他的動物區 所以他們養一隻水牛 專門叫做什麼 挖土 他不要挖土 我繼續做什麼生態石 什麼人工生態石 他不要 找一隻水牛弄 因為水牛他走一朵 他自己就出來 然後自己會做窩 自己在那邊弄 所以水牛會扮演這種角色 可是我們都忘記了 忘記了以後 這怎樣 你就看到這樣的畫面 花蓮的光物糖廠 就會有一隻牛 一隻母牛 這隻七歲了 我認識他 他綁上頭擋了一堵小花 以前的水牛 頭上會綁一朵小花嗎 那這是為了讓你好看 所以綁一朵小花 然後牽著這個牛 我們那個牛車也組成紅色 以前的紅色也很少 好 組成紅色也就算了 上面坐了十幾個人 然後一個人要多少錢啊 三十塊 有人三十塊的 然後再給你看一個畫面 這個大巴就跳上去了 因為坐在裡面好像是 照相每一個人三十塊 可是如果坐上牛 好像是要加二十塊吧 所以他就坐上去 然後再看看 欸 他兒子也上去了 這樣不曉得要加多少錢 好 可是呢 這隻牛 各位小朋友 你算數 請一下算看看 他每次這樣繞一圈 一拜天繞一圈 每天在做這隻牛的工作 後來他的上班也不是耕田 結果這個農夫他也耕田了 他每天就把這隻牛拉到官務堂場 你要去官務堂場吃兵的時候 就看到那一隻 那你就給他三十塊 坐下去大概坐十個人 八個人 然後你就繞一圈 繞一圈十分鐘回來 他就賺 一個人如果三十塊就三百塊 繞一圈 一天大概可以繞個三十圈吧 三百塊乘以三十 你看看他賺多少錢 所以那個農夫跟我講 我這隻牛 這隻牛賺錢 他現在養這隻牛 會賺這種錢 各位同學 順一下 以後如果覺得 欸 我這樣講不太好 就說 這樣好像教你說 以後找不到工作 可以養一隻水牛 做做工作 這樣是不太好的 就說 現在水牛只能做這種工作嗎 很悲哀 可是大家對他有感情 然後我給你看 這是他的眼睛 他在那裡長得 長相 這就是一母牛 你看他 他牛鼻子裡面倒個牛 牛的那個環 乖乖的 所以他必須乖乖的牽 牽著牛著跑 很西谷 要拉著 那你給他三十塊 然後我牽 這是現在水牛 常常看到的工作 可是呢 我有看到一個地方 讓我感動 不是動物園而已 有一次 我坐內骨捷運見 到一個叫做大虎公園的地方 下車 可是往對面走 那邊呢 我看到一個景象 走到一個 叫做碧山沿的地方 有一個水溝的山溝 看到一個花園公園 可是公園呢 我看到這個 人造公園很漂亮的花園 可是我在往裡面走 我看到這樣子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 雖然這個花園 可是這裡有一點黑黑的 有沒有 水牛 這裡有兩隻水牛 這個是什麼樣的場面呢 給你看 是一隻母牛 媽媽 帶著一隻小牛 旁邊有一大堆的什麼 白露屍 這是一個什麼樣 一個生態環境 那個里長好壯 他說我們的田不耕的 水牛在這裡 不曉得要做什麼 那乾脆給他到公園裡面去 弄成一個濕地 不要我們的公園 都只是很漂亮的花 讓水牛在那邊玩 然後生小牛 小朋友來 知道說 水牛這裡還有水牛 可是這個濕地 也讓很多動物在這裡棲息 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他跟桃米說 讓很多螢幕蟲在這裡就好 不一樣 他覺得要有一隻水牛 這樣子才像一個原來的環境 所以大家想想看 所以動物園為什麼要引進一隻水牛 也是有它的意思 好 你看這個大一點的場面 這裡你看 一隻水牛在那邊走 多有意思 這是一個濕地 這是一個沼澤 這是我今天的 今天的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 每隻野狗都是 欸 狗什麼是人呢 先跟你講一個故事 這個是野狗 遊浪狗 這不是我觀察的遊浪狗 這是一個地方叫做熱身遊浪狗 我看到的 沒有人的遊浪狗 那我們為什麼放這張呢 我再放這個給你看 見過這個人嗎 知道這個人嗎 深吳的女性 大家非常有名的一個哺乳類學子 他 他觀察黑信心 他最有名的一個故事 美國小朋友都知道 他喔 他有一次是要聽一次演講 他一路打瞌睡 可是我今天沒有看到人家打瞌睡 你可以自己可以學他看看 就一路打瞌睡 他最後五分鐘醒來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學他看看 最後五分鐘醒來的時候 你聽到什麼事情 聽到那個演講者這樣講 說現在非洲啊 缺一個 缺一個女生去觀察黑信心 男生觀察很多 可是這些男生觀察 都有一個缺陷 因為黑信心是母系家族 不喜歡男性觀察者 所以如果有一個女生 願意到非洲去觀察 認真觀察 他可能會看到 男的 男的觀察黑信心 人看不到的東西 那個時候 這鼓子剛好起 聽到女生非洲 好我要去了 所以他度數度的不是很好喔 他只是一個大學 可能還沒有畢業 後來得到國異國式的觀察黑信心 他就去非洲了 去非洲的時候 他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 我為什麼要穿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 我是學他的 學他每天穿同樣的衣服 於是呢 這個 政府的最有名就是 他穿同樣的衣服 觀察兩年 兩年之後 黑信心從200公尺 50公尺 到最後10公尺 最後2公尺的地方 黑信心從他的口袋裡面 跑出東西來 因為跟他已經熟了 他每次黑信心都叫出名字來 然後他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他就這樣慢慢接近 突然就看到了 黑信心 居然會拿一個 像那個吸管的東西 去手術洞裡面 去沾出什麼東西 他先打他嘴巴 沾出螞蟻吃 除不然人類以外 還有別的動物 是靈長類 會吃什麼東西 會吃螞蟻 會吃螞蟻 大象也會用工具去欺負人家 如果他沒有好好乖一點的話 他會拿工具欺負人家 他會觀察到這樣的一個角度 所以有人說 曾古德發現黑信心 會拿工具 就好像阿姆斯狀登附月球 踏出那一步一樣 都是當時去上一個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哇 美國小朋友 讀到他的算計 每一個人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也拍成很多電影 我自己也不到那個故事 在學生時代 覺得曾古德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觀察黑信心 我也可以笑 結果 我把他拿來看野狗的時候 也都穿同樣的衣服 我穿這樣的衣服去觀察野狗 我觀察哪裡的野狗呢 不瞞你說 因為不能到別的地方 我家那邊野狗特別多 我就在我的巷子 我家的巷子 畫這個地圖 在這個地方觀察野狗 可是呢 你在非洲穿同樣的衣服 觀察野狗 觀察留黑信心 沒有人提你 可是如果你永遠在你自己的巷子 我那個巷子剛好叫101巷 你走進去 每天走來走去都穿同樣的衣服 然後戴著旺眼鏡 人家會以為你是瘋子 走到學校裡面 人家會說你是怪叔叔 可是我就走進去 還好 因為我的小朋友 在校裡面讀書 所以校長認識我 所以我穿那樣怪怪的衣服 他也接受了 我為什麼畫這個地圖 因為我觀察的主要的12隻野狗 流浪狗 我那時候很多 剛好坐在這裡 這個地圖裡面 這是我跟你講 這個紫色的這一條 就叫101巷 不是 不是 對不起 這一條啊 對 這一條叫101巷 這就是我觀察野狗的重要路 我觀察野狗呢 大概有12隻最重要的 有時候在什麼 這就是我觀察那小白鹿的池塘 這是心愛國小 是我小朋友讀的小學 這是一個小山 因為這個小山頭 這12隻野狗 常常會看到 就會記錄到 因為我那時候實在太無聊 每天看到一隻小鹿 小白鹿看到我很無聊 可是常常會有一隻狗跑過去 我就乾脆拿另外一個筆記本 紀錄野狗 沒想到一紀錄 就紀錄了600多天 所以我認識了12隻流浪狗 可是這些流浪狗很可憐 每天就是 除了走來走去 搔養 不然就是吃東西 因為多喜歡吃東西 我就取了一些名字 都跟食物有關 什麼小冬瓜 馬鈴薯 豬頭皮 三層皮 豆芽菜 都是這個無聊的名字 可是12隻我觀察了 我那時候的夢想是怎樣 我的夢想就跟曾伍德一樣 我想像著曾伍德 被吸引心慢慢的接近 兩年之後 吸引心從他的口袋裡面掏出東西來 我夢想著有一天 我坐在那個磁場 坐了很久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流浪狗走到我前面來 跟我講話 那怎麼有可能 當然不可能 可是 我還是 我還是看到 看到了人家 看不到的 遊浪狗的 情況 什麼樣的情況 小朋友一定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 靈犬來西有沒有 靈犬來西裡面 這隻 無理狗有沒有 這牧羊犬 跑了好像幾千公里 回到家裡去 回到什麼地方去 回到他家 跑得像很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 99.9%的流浪狗 不是靈犬來西那樣子 會跑2000公里回家 大部分的流浪狗 他流浪的範圍 大概就是 他學校附近500公尺而已 所以你每天在中央大學 看到就是那幾隻 他不會跑到中立市去 也不會跑到什麼 什麼新竹香山那個地方 沒有這樣的河 很少很少 大部分都是這500公尺 你永遠看到的就是這幾隻 那自己一隻 流浪狗在這裡的時候 流浪狗還有很多的特性 譬如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那個時候很容易流浪狗 你要流浪狗 就像人 為什麼每一隻 狗野狗都是人 因為我常常跟他講說 當你養一隻狗 要有責任 你要照顧牠 可是萬一你不要照顧牠 以前我說 這是不好 就是說要把牠丟棄了 你要丟棄 你要先跟牠精神講話 要跟牠講說 對不起 我今天已經沒辦法 以後沒辦法養你了 因為我實在太窮了 找不到工作 快要失業了 可是我養不起你 我明天開始要把你 放逐到某一個地方去 可是你要精神要堅強一點 你不要要 要有一點快樂活潑一點 跟牠精神講話 為什麼 不然有一天 你把牠丟下去 突然走掉了 牠會有一種奇怪的挫折感 我們對你這麼好 你也對我這麼好 怎麼突然有一天 你就這樣把牠放走 然後就跑掉了 牠會有一種失落感 牠從此對的人 沒有性的安全感 所以你看到很多流浪狗 走在路上 牠會有一種自卑 走到旁邊 就會彎到旁邊去 可是有一些流浪狗 在空洞的地方 因為 你走的時候 有一些人走的時候 把牠丟掉的時候 用石頭丟牠 罵牠 牠流浪 丟到荒野去 可是 牠在荒野 跑久了 充滿了怨恨 牠對人會充滿一種 第一 牠就會重修 所以會有不同的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流浪狗在不同地方 會有不同的情緒 就好像 小朋友如果 沒有好好讀書 或是在外面流浪的時候 沒有教學的時候 會有各種情況 所以我會遇到這樣的情緒 就是流浪狗 會有不同的情緒 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這是我觀察的巷子 也跟大家 遇到的 觀察的地方 其實差不多多少 一般住的就是這種巷子 好 這是我觀察巷子的中間 龍鼠巷 再給你看 這是巷口 學校的地方 叫什麼名字 遺領遺項 好 那個辛亥國小 好 接下來 就是這個狗的故事 這是我觀察的故事 六百天裡面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這隻男主角 女主角是母子 這隻叫做小胖瓜 是媽媽 這隻是他的兒子 叫做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生出來的時候 從小是有異味性皮膚炎 小朋友應該很多人 有異味性皮膚炎 可是我告訴你 我今天告訴你這個故事裡面 這隻馬鈴薯很認真很勇敢 所以異物 這隻白色的 假如你有異味性皮膚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因為他告訴你異味性皮膚炎 他怎麼樣克服 好 這隻叫小胖瓜 這隻叫馬鈴薯 記得喔 然後馬鈴薯有一個弟弟 他的弟弟叫做小布典 你看也是異味性皮膚炎 可怕 可是你看看 他是什麼東西啊 皮膚炎 小布典這樣子 小布典呢 他跟馬鈴薯是兄弟 可是馬鈴薯常常欺負他 常常欺負小布典 那小布典呢 因為 媽媽 這個小冬瓜 整面都到垃圾場 那是十幾年前 那時候垃圾可以丟到地面 他去吃 可是洞邊吃不了多少東西 所以 奶不夠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情形 那個 馬鈴薯啊 在吸奶的時候 小布典也吸 可是馬鈴薯常常吸的時候 都會把小布典把它推到旁邊 就像兩狼一樣 小狼之間會競爭 所以小布典是競爭不過馬鈴薯 所以有一天 冬天 寒流來吸的時候 這是小布典 小布典呢 因為吃不到 吸不到奶 就是到處亂逛 有時候會去看花什麼 其實蠻有氣質的 他會去看花什麼 可是你看他皮膚已經浪到這樣 然後 然後 他爬不過一些人坎 就是馬鈴薯跟媽媽跑 小布典常常落胎 可是有一次寒流來的時候 小布典就凍死 那小狗在山上 在野外凍死 比比皆是 到處都是這樣的情形 可是 這是馬鈴薯 其實長這樣也不太好 也沒有那麼健康 也是這樣子 你看皮膚就這樣子 可是 馬鈴薯很勇敢 不大的 在垃圾場長大長大 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 可是半年之後 這次是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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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燒養 他每天都是燒養 吃東西 因為太養了 我同學 每天到處都在抓養 為什麼 因為醫院性很憂鬱 睡覺晚上 睡覺就在燒 然後 你看 三個月之後 他長大了 我想他爸爸一定比他媽媽熊壯很多 所以他長大了 三個月就變得比他媽媽還大了 這次是馬鈴薯 已經比媽媽還大了 好 這次是四個月大 可是半年之後 你看看 馬鈴薯 已經變這麼大了 有沒有注意到 醫院性皮膚炎怎樣 到了 在很惡劣的地方 還是 就這樣子長大了 你看 他長這麼大 馬鈴薯已經長這麼大了 是一隻公的 醫院性皮膚炎好了 所以 有時候醫院性皮膚炎不是靠妖物 怎麼樣 都靠在野地身上 這是馬鈴薯告訴我 後來 我就跟我兒子這樣講 我兒子到大三的時候還醫院性皮膚炎 我跟他講說 看過所有醫生都已經沒救了 你自己如果不解決電動玩具 整天要打電動玩具 還是晚上不睡覺 不按時睡覺 不按時起來運動 那你就完蛋掉了 我救不了你 什麼醫 結果後來 他現在乖乖的 整個就好了 跟那個馬鈴薯差不多 你看 這隻馬鈴薯 長得很漂亮 他在那個操場奔跑的時候 像小白癡一樣 看得好新鮮 很感動 可是 雖然伴侶又長得這麼高了 可是他第一次談戀愛 其實蠻新的 野狗談戀愛是很辛苦的 這是 可是我們現在等一下談他的戀愛 先看他媽媽 當他長大的時候 馬鈴薯會看到他媽媽繼續談戀愛 結果他的下一輩 他的 他的 他的弟弟妹妹又長出來 你看這隻 小東瓜為什麼懷孕了 有沒有看到 他的下面那個 肚子很大大 然後 乳頭都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還有懷孕 我觀察他六百多年了 馬鈴薯 懷孕五次 小東瓜懷孕五次 小東瓜懷孕五次 一隻生出來大概都四到五隻 你看看他生了多少 二十五 可是他的下一代 一隻狗 一隻流浪狗 一年就可以再生了 如果有母的話再生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六百多天 除了他 還有他下一代都生的話 都有多少隻流浪狗在外面 很多喔 好 先給你看一下他生的 這是馬鈴薯的弟弟們 馬鈴薯的弟弟 馬鈴薯是第三代 馬鈴薯是第二代的 第三代 然後馬鈴薯的弟弟的第四代 第一代是這些 跟鈴薯一樣 還有異性瓶原 有沒有注意到 還有異異性瓶原 有沒有看到 還有蒼蠅對不對 所以他跟馬鈴薯 同樣的情況 但是這些 第二代 第三代的 跟第二代 也都過世了 後來都沒有活下來 這是小東瓜 又懷孕了 一天到 我幾乎看到他 每天都在懷孕生起來 懷孕生起來 你看 這是第一代 有沒有看到 又一代 好 可愛對不對 小朋友 為什麼狗要接紮 牠每一胎都生差不多四到五隻 你算看 四到五隻 到最後 年下來 只有一隻 叫做馬鈴薯 除了馬鈴薯以外 馬鈴薯的哥哥 弟弟姐妹 二十幾十 躲時的 動時的 被車子 撞時的 被大隊撞走的 就只剩下最後一隻 馬鈴薯 馬鈴薯 六個月以後 開始談戀愛 談什麼戀愛呢 這就是馬鈴薯 談戀愛的故事 看到他談戀愛第一次 哪一隻是馬鈴薯啊 哪一隻是母的啊 哪一隻是母的啊 把中間坐下來 他可能發情 所有的 一一一一巷子的狗都跑過來 也有那種 從來沒有見過的 不曉得從哪裡就跑來 都來這裡怎樣 來這邊 給這個母狗 相親說 看哪一隻是最喜歡的 可是我跟妳講 母狗喜歡的 從來不是像周杰倫 或是什麼王立童那種 他要的都是你意想不到的 哪一隻呢 後來就有一隻 加油見狗 就愛上他了 叫他 叫他 馬鈴薯雖然醫生沒有成功 可是他也在學習啊 學習怎麼樣談戀愛啊 好 可是因為 好 剛剛是這隻 談戀愛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裡面 這是一隻小狗成長的故事 可是我那次觀察600多天 另外一個感情的故事是這一隻 是這一隻 叫做蛋白子 因為他說王文娃 有個小生家叫王文娃 他寫一個女孩子叫蛋白子 我覺得那個女孩子的蛋白子 跟這隻狗長得有點 情況有點類似 所以我就把這隻 頭黑黑的狗叫做蛋白子 蛋白子 他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這男朋友叫做棒邊 棒邊 有人彎彎的 這隻棒邊我為什麼叫我棒邊 蛋白子 從小是在摩托車店長大 我們那邊有一個摩托車店長大 然後半邊有一天就看到他 都很高興在那邊吃東西 於是人家說怎樣 就會靠過來 靠過來以後有一天 不知不覺人家吃東西太跟他吃 半邊也變成摩托車店的小狗之一 可是半邊是那種 你一定看過這種狗 全世界最討厭的狗 追完了回來 然後看到另外一隻出來 又去追他 明示座每天就在追一隻 追一隻一個親子 那邊就是這樣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討厭的狗就是這種狗 一直叫一直追 可是我們可能討厭他也算了 所有的野狗都討厭他 為什麼討厭他 因為以前不是有那個 不是有什麼 垃圾車來嗎 可是以前的垃圾車 他會丟垃圾就是 他會 不是有那個時候 做那個音樂嗎 音樂不是我們聽到咧 有讓我聽到也衝出來 都出來怎麼樣 你丟垃圾丟的時候 會掉多少東西 他就去那邊吃 可是這個半邊很無聊 因為那個 垃圾車停的地方 就在摩托車店前面 那半邊就會跑到那裡去 去那邊指揮 就跟他望望著叫 這隻狗你也吃什麼東西 不能亂吃什麼 所以講到我的話 我講不清楚 反正所有的野狗都很討厭他 就覺得你好像 知道有些小小的 小小的就很兇 那為什麼 因為他主人在後面 如果主人不在 他敢這樣兇啊 他不會 可是半天就怎樣 他就一直對人家叫 為什麼 他家摩托車店就在後面 誰敢對他怎樣 所以他很兇 可是 想不到 沒有想到 有一天 摩托車店搬走了 摩托車店搬走以後 這個蛋白質 就不曉得怎麼辦 於是呢 他就跟半邊 兩個人就開始到處流浪 流浪的時候 我就排到這樣的場景 他們兩個在路上流浪 睡覺的時候 後面這隻半邊 後面這隻半白質 結果你知道嗎 開始流浪的時候 欸 那隻狗很清楚 很清楚的 那些流浪狗 開始 開始過來欺負半邊 流浪的時候欺負 欺負到後來這隻半邊 不到三天 就跑到路上就被撞死 嚇到撞死 那撞死以後 他白質就有一點 不曉得怎麼辦 為什麼 嬌生貫餌 怎麼辦 我在那觀察 有一天 他流浪到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是14年前 木炸捷運驗 還沒出來的時候 操場想要蓋地上 所以操場是封閉的 那這隻 蛋白質呢 走到操場之後 遇到了另外一隻 跟他長得很像的 就是這一隻 我給他給名字 因為這是風水打 因為當時 遊浪狗被抓抓抓抓 只剩下這一隻 他跑回來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操場上 我有外面的拍照 這兩個就聚在一起 然後聚在一起 也不知道講什麼話 後來我就幫他翻譯 可能兩個在講說 我好累 他也說我好累 那我兩個在一起 我說好吧 於是他們兩個就結婚了 我們就在一起 那我為什麼知道他們在一起 為什麼知道他們在一起 因為有一天 有一天 我看到他們兩個 出雙目隊走出校園來 走出校園的時候 然後 剛剛前面有一條畫面 不是有一隻小黑狗出現在一條街上嗎 街在北面 有一個超 不是超級帳 這是一個雜貨店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風子黑馬是一隻流浪狗 可是蛋白子是一隻摩托車店的 嬌生外養的嬌生女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走在馬路這邊 以後 風子黑馬就不往前了 可是蛋白子 走過去 走到哪裡呢 蛋白子走到那個雜貨店裡面 他走到雜貨店裡面呢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走到雜貨店的時候 因為這個雜貨店在摩托車店的旁邊 所以那是蛋白子走進去的時候 雜貨店老闆 女老闆看到說 欸 你要在這裡 認識他 然後跟他肚子 吹下了大大的 直到他懷孕了 然後就會包一個塑膠袋 就說 啊 你要吃 就給你吃 就打開來給他吃 蛋白子吃完了 頭去看他 又不走 欸 這個老闆 就突然想說 欸 你是不是肚子大大的 是不是有小狗 於是又包了一包塑膠袋給他 然後 我就看到一個畫面 這隻小狗呢 蛋白子呢 就咬著這個塑膠袋 走回去 跟那隻瘋子的一毛 聚在一起 然後兩隻狗 就慢慢就走回校園 然後我在那 從校園裡面 就往眼睛看啊 看出去 然後我就看到 他們走到校園 操場中間的時候 這個瘋子的一毛 就站在來不動 然後就看著 蛋白子 一個人叼著這個塑膠袋 走到一個水塔的一個小小狗裡面去 那邊走到小小狗的時候 裡面就封出三隻狗 可是三隻都是白色的 不曉得為什麼 應該有黑跟白 為什麼都白色我不清楚 反正 總之三隻小白 我就最後重來 然後就看到 好像電視畫面裡面有沒有 爸爸媽媽 然後有三個小朋友 那種天輪 那種天輪流的感覺 那個畫面就出來 反正就是我看到的 就看到那樣的畫面 就是瘋子黑毛 有一次我就去看蛋白子 結果看到怎樣 他就蹲在水塔幫我叫 警告我 不准捷徑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蛋白子跟瘋子黑毛的 其中一個瘋子 長得就是這樣子 好奇怪 總是白色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看到 這樣的畫面就覺得 這是小狗 小狗之間 這個瘋子黑毛 蛋白子 沒想到也會出雙路對 也會讓狗很少這樣子 可是呢 那個地方 後來 因為要木炸捷徑線 就通車了 所以操場就拆除 拆除的時候 那個 挖土器進去 蛋白子這個家 就被衝散了 然後衝散的時候 那個小狗 可能就在那樣 衝散或者裡面 就死中了 然後蛋白子跟瘋子黑毛 開始不浪 可是因為自己的狗 死掉了 大概很傷心 兩人就 在馬路上 晃來晃去 結果 因為就是 現在隧道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出入口 很多車身經過那裡 一早 就出現這種事情 結果 車子不敢過去了 大亂 有撞車的時機 裡面那個狗在那邊流浪 還是 不是 有一隻小狗被撞死在那個馬路上 那個 蛋白子就衝過去 一直在舔那個狗的身體 結果 其他車子都趕過去 就卡在那裡 全部大塞車 大塞車 大家有抱怨啊 就打電話 打電話去抱 補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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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講到這裡 馬鈴薯 自己 我推銷一下 我有一本書叫做野狗自修 裡面我有寫到打鈴薯最後的下落 它最後的下落 你想像不到的 有點像林淺白熙那樣子 稍微透露一下 好 我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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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要講什麼東西 各位小朋友 我講這個流浪狗 其實我寫這個東西 觀察這個東西 因為 一直沒有遇到一隻狗 跑到我前面來跟我講話 我沒有像真虎的那樣 發生流浪狗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怎樣 做很多筆記本日記啊 我常常會寫日記 寫一寫就怎麼樣 就丟在那邊 可是我為什麼後來把它寫一本書 因為 大概兩年前 我把它寫成一本書 因為兩年前 我發現 台灣對流浪狗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那個時候以為 流浪狗 那個時候開始在掛狗 跟我一樣 今天掛這個牌子 你只要掛這個牌子 你就不會被抓走 我是說十幾年前 所以現在的狗 大部分都會掛 可是 我以為 流浪狗的事情就解決了 不一樣 現在到處都還是有流浪狗 為什麼現在流浪狗比以前多 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以前的歌星跟電影明星 喜歡去生長 還穿LV 穿什麼 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拿個LV包包 都會抱一隻狗 然後說 我有一隻馬老祭司 有一隻 哈士奇 啊 小孩子也有養一隻狗 林志裡也有養一隻 蔡依林也有 我也要養一隻 我也要養一隻 小朋友會這樣子 很多小女生喜歡養 於是他們會養一隻 於是這個狗就很多 第二個原因 你會記得這幾年來 很多電影 一下子是哈士奇的電影 一下子是黃金滅血的電影 一下子拉不拉多 每一隻看的都讓你很感動 感動以後就想要一隻 於是 譬如說 現在開始演哈士奇 一個月之後 整個台灣到處都要哈士奇 而且頂西線旅遊 還有一隻哈士奇在那邊流浪 沒有拉不拉多在流浪 到處都有 那這些狗怎麼出來 很簡單 因為拉不拉多這個電影也出來 大家都覺得拉不拉多太可愛了 於是就馬上有一個養狗的地方 就開始養 拉不拉多交配 生出來 再強迫牠 再生小孩子 就是一隻母狗 牠可能比小冬瓜更快 三個月就生一胎 三個月就生一群小狗出來 這些狗出來 因為不是正常的長 現在長大 牠的腳 沒辦法 長得很健壯 所以常常會怎樣 年紀大的時候就走不動 或者年紀小小的時候就走不動 或者因為像是長很多 到處都在賣拉不拉多 沒多久 有一些人就養不起 就會丟到外面去 所以流浪狗就變得多 而且流浪狗越來越靈貴 哈士奇拉不拉多都在流浪 以前都不是欸 以前你看流浪狗都是哪一種狗 都是土狗 現在都不是 都是民狗 這是怎麼樣 這是不好 流浪狗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然後我又看到一個現象 各位小朋友 這個現象很好玩 什麼現象 因為現在 那是十幾年前都是土狗在流浪 現在都是民狗在流浪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現在一個問題是 我們注意到 最近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消息 有一隻狗 大概在兩年前 有一隻狗 他的主人 因為太喜歡他了 所以他主人死掉的時候 寫了遺書 寫了遺書之後 把他幾千萬的遺產 全部要留給這隻狗 結果害了這隻狗被怎麼樣 被綁架了 所以不要遺書 請不要留給狗 綁架了 可是 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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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什麼消息 這是一個國外的故事 可是 台灣的故事是怎樣 我注意到台灣的故事是這樣子 台灣的故事是 有一隻狗 千民節的時候 有個人不去拜爸爸媽媽 拜阿公阿嬤 他去拜什麼 去拜他的狗 拜他的貓 為什麼 因為他太愛他了 為什麼那麼愛他 為什麼現在小朋友 你們那麼愛狗 愛貓 不愛你的祖母 阿公阿嬤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很好玩阿 為什麼這樣子 各位小朋友 小朋友 今天講自然觀察 自然觀察時代在改變 什麼叫時代在改變 所謂時代在改變 我的意思是說 以前我們把狗 貓當作寵物 現在你把狗跟貓當作什麼 你的伴侶 親密的伴侶 你的親密伴侶 所以 我的學生 剛剛 朱老師說 我在東華大學教書 我的班上有24個研究生寫文章的 有12個人都養貓 東華老師幾乎都養狗 為什麼 連老師都主要讓你 所以帶狗出來 可是 都在養貓 為什麼養貓 因為 他們 為什麼都養貓 為什麼 現在宅男宅女會有貓 還有什麼樣子 大概有一點點意思 為什麼要養貓 因為牠不可以養貓是怎樣 貓可以跟牠作伴 牠不敢教男朋友 不敢教女朋友 因為男朋友 女朋友會劈腿 會變形 牠沒有安全感 可是一隻貓 貓不會變形 你生氣 可以欺負貓 不高興欺負貓 叫牠過來 罵一罵 再叫牠過來 貓那隻狗有安全感 所以很多人怎樣 現在宅男宅女 對貓跟狗有種安全感 可是對人沒有安全感 要組小家庭 牠不敢組 為什麼 組家庭壓力太大 跟一隻貓 一隻狗 住在一起 高興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最近到台灣來 一個是單身 四十幾歲 一個找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他要來的時候 把自己的狗 寄送到狗跟貓的旅館 現在有專門做這種旅館 小朋友也要做這好夜 很賺錢 因為你寄託牠一隻 我算一算回來台灣一個禮拜八千塊 我住旅社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八千塊住一隻狗 住在美國要八千塊 所以有這樣一回事情 可是這裡要不要告訴你什麼事情 小朋友 我們的時代不一樣 貓跟狗 種目已經是我們的伴侶 什麼樣的伴侶呢 這裡面就很好玩 貓跟狗 我為什麼去觀察 流浪狗 就是觀察流浪狗 後來還想說 你奇怪 我自己是自然觀察的 為什麼要去觀察流浪狗 小朋友 我們為什麼要去觀察流浪狗 因為很簡單 因為貓跟狗 流浪狗跟流貓 貓跟狗 它已經不是寵物 可是它也不是自然的 可是它貓跟狗 是我們跟自然之間的一座橋 它是一座橋 我們也沒有辦法再回到生理裡面去的 所以我們藉由貓跟狗去 跟自然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溝通 就把貓跟狗 可是貓跟狗 可是貓跟狗是這樣子 小朋友 你再看看 十年前 它是寵物 十年後的現在 它是伴侶 我們以後可能會期待它 會把它掛在那裡 像我好像是我們的兒子 像我們的親弟伴侶 可是 小朋友 我再問你 那在十年之後呢 貓跟狗會變成什麼樣子 誰知道 跟牠結婚 你說 那你猜看看 牠變成主婦 然後每年輕人少物的時候 然後把牠去幫牠少物 然後勿幫牠自己也主婦 這個我猜不夠的 十年之後 我講的是十年之後 那個貓、狗跟還在你旁邊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你說 蛤 變成一個神 蛤 變成一個神 神 你說 看 痾 就 變成千才 我就會 全部都是狗 然後 我們都沒有下來 我跟妳講一個東西 妳先舉手 最近台北市有一個規定 所有的大型的狗 都在戴口罩 好 所以牠戴口罩 因為怕牠咬人 可是如果十年之後 我旁邊有一隻小狗 你也長大的 你現在是大學生的 旁邊有一隻小狗 小毛 你養的 你們兩個的關係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不好了 蛤 變得 變得怎麼樣 變得 變得 兩個人會在一起 有這樣的一個說話 你一定要看喔 小朋友注意喔 有一天 你放開你的 國民生活證 你的國民生活證 你的國民生活證 有一個配偶籃對不對 配偶籃旁邊有一個什麼 寵物籃 你要養的哪隻狗 要登記下來 你的 補給牠們打牠來 你養的狗 他編號有身份證號碼 跟你一樣也有身份證號碼 做什麼 你要納稅 養狗養貓要納稅 可是 納稅就要繳錢 除了你自己要繳錢 你要繳錢 可是 你可以上國 你有國民義務教育 你可以上小學 可以上初中 可以上高中對不對 你也放心 你的狗也有福利 你以後出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有狗的公共廁所 媽的公共廁所 你相不相信會這樣子 你看高鐵 高鐵你現在可以帶狗對不對 以前台鐵是不能帶的喔 可是台鐵現在馬上改了 台鐵這樣怎樣 你可以帶狗上去 可以帶貓上去 都改變了 這種改變很快 所以十年之後 各位小朋友 我會 十年之後 你現在如果 常常觀察流浪孔 流浪孔 你看十年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 搞不好 跟貓跟狗 剛才有小朋友說 你跟他結婚是不是 說不定喔 說不定喔 有一天會是這樣結婚喔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為什麼還這樣猜測 這是一個地方 哪裡 這是香港 香港每一個都到一個公園 走到這裡的時候 他會有他公共廁所 他會告訴你說 你的媽媽是在那邊 先趴一趴 大個便 尿個尿才能上路 這是香港 他們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再看看 這是一個什麼 狗混收西鄉 我們現在 我們台北 整個台灣台北 狗混收西鄉 還沒有 可是香港已經有 為什麼 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把狗 當作 這個城市裡面不可 城市不只是給人生活的地方 也是給各種狗 貓 甚至給蟑螂 老鼠體生活的 你要這樣惹心喔 實際上就真的這樣子啦 蟑螂跟老鼠住的 可能比人還多 好 沒有 大概就這樣子 好 好 我今天講的三個動作 小夜露 水牛 流浪犬 三個都是 流浪狗野狗 都是我們在平常生活怎樣 常常看到的 常常看到的 可是我用一種什麼樣的 小朋友記住喔 今天我講這什麼東西 用一種觀察的精神去看他 自然觀察 會去動腦筋 會去想 那種最平常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 每個人像珍古德 或者像一些 觀察黑熊 跑到深山裡面去 我們常常看到的是 一隻小炸人 小麻雀 一隻流浪狗 一隻流浪貓 可是一隻流浪狗 流浪貓 一隻小麻雀 也有他的故事 只要你小朋友沒有去看到 有沒有想到 用什麼角度去看他 有沒有自己的想法 看到別人看不到 我相信 到處都有 都有看到不一樣東西的 可能 只要你動腦筋去想 多看書 多想 我今天看到好幾個小朋友 第一次看到小朋友 居然可以把小白鹿 當腳助力的原因都講出來 可見 今天來上的小朋友都很厲害 要保持這種想法 記憶的想法 然後看任何事情都會想事情 都會想一些為什麼 為什麼 有一天 這些為什麼 有答案 你就把那個答案 就把它 你就想出來解決了 或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 說不定你就是一個科學家 說不定你就是一個真本人 或者是理查費曼那個天才 素顏天才 你知道理查費曼嗎 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那個教授 今年去 叫做理工學院 他們把查費曼 查費曼是一個很厲害的 他小時候他爸爸媽媽帶他出來 他爸爸媽媽帶他出來 看那個一隻鳥 停在那個樹枝上 他爸爸媽媽在講 你看那隻鳥 停在樹上 旁邊那一隻鳥一直在跟牠唱歌 唱什麼歌嗎 那一隻鳥在跟那一隻講說 我愛你 你嫁給我吧 那小鼻子還在聽 點點頭 他爸爸在帶他到動物園去看土撥水 有一隻土撥水沒有吃在那邊發呆 其他都在吃 他爸爸說 你知道那隻為什麼要發呆嗎 你查費曼不知道 他說 你想想看 他說不知道 我告訴你 那一隻一定是衛兵在那邊看周遭 不要讓人家來 有鳥來的話 他會發出叫聲 叫其他人快點躲起來 那一隻一定是衛兵 查費曼 後來得了默奕二強 他長大以後 他寫了一個傳記 他說 我非常感謝我爸爸 小時候帶我 告訴我這些故事 他講的故事裡面 幾乎每一個都講錯 幾乎都講錯 他說 我爸爸講的都錯誤 可是我爸爸叫我一個東西 思考 怎麼樣思考 看到東西就思考 所以我對很多東西 用思考去處理很多東西 做得很高興 很快樂 所以要感謝他爸爸 我用這一句一句話 送給各位小朋友 也許我今天講的都錯了 可是希望你也能夠思考 想事情 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 這非常精采 那個 剛才沒有看過 就是單純的只是演講 然後 小朋友的年紀又這麼小的 卻都沒有睡著 也沒有冷場 就是 這個劉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不過我自己很好奇一件事 想問剛剛 小朋友有三個說出來 一個 一個 夜路還是白路是 單腳 站在樹上的 小白路 單腳站在樹上的 原因的是哪三個小朋友 可不可以舉個手 你 跟你 還有誰 好 你為什麼知道 是看電視 看書 還是爸爸媽媽 看書喔 你是看書知道的 你呢 你也是看書 好 至少兩個小朋友 知道這件事情 都是看書來的對不對 朱老師這邊有一個 自己小小的期望 這也是我在劉老師身上 學到的 就是 我希望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還有未來 可以 跨出你的家 你的教室 去觀察你周遭的環境 不管是自然的環境 生態的環境 或者就是你居住的環境 我們有太多知識的來源 是透過課本 書本 網路 電視 有太少來自於 我們自己對自然的觀察 那我非常希望各位 今天的這場演講 之後會是一個 一個 啟發 一個啟蒙 那我想再問一個 也是自己很想知道的問題 在座的小朋友 有意味性皮膚炎的請舉手 真的 真的 誰有意味性皮膚炎 常常皮膚會很容易癢的 有辦法 有小朋友 要學習誰的精神 還記得嗎 誰 誰 馬鈴薯 馬鈴薯對不對 好 所以一隻流浪狗也可以給我們 這麼深的啟示 那今天的活動 就非常謝謝朱老師 那各位現在在填問卷 先借一下你們的雙手 我們再次感謝一下朱老師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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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有我們客調中心 一組的一個簡單的便床 那我們在這邊送個朴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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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